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全文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4月5號 我們今天要來種這個石蓮花 哇 我從我岳父家呢 拿了兩 大概有兩個品種的石蓮花 他是他的 他的夜半呢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兩個呢 石蓮花呢 我聽我岳母說那邊 稍微可以曬一下下 但是我不曉得到底石蓮花 因為我知道 石蓮花有的可以曬有的不能曬 到底這能不能曬呢 我無法保證 所以我一直想要把這個石蓮花呢 就要種多一點 然後呢 把這個天台整個這樣子 可以遮陽 達到一個遮陽的效果 就不會讓這個 這個地板呢 頂樓的地板太熱了 會悶熱 到時候那三樓會很熱 會悶熱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種一些可以耐熱的植物呢 種在天台 所以呢 你看到我這個 有時候天台會種一些植物呢 主要用意是在這兒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剛好 有這個機會嘛 我們拿到這個 石蓮花的葉片 我從岳父家拿了兩個品種不同的石蓮花 再讓我這邊的石蓮花呢 我們打算呢 教大家怎麼葉擦 其實石蓮花很好種 你只要把它的葉子摘下來呢 或者是把它的金剪下來呢 擦下去呢 就算你不擦 放在這個位置 你現在看我這個位置呢 幾乎是太陽曬不到的位置呢 它只有到了四五點的時候 可能會塞到一點點 這樣子OK沒有問題 放在這個場所呢 這個葉片呢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呢 早上膠濕一次 每天就膠濕這麼一次就好 膠濕 然後讓這個 這個戒指呢 保持一個濕度在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那我不能保證說到底多久會 它會 它會發根 這個石蓮花 根據我種石蓮花的計畫 石蓮花發根的 發根的 這個時間比較短 比較快 應該一兩個月內就OK 沒有問題 它就會長出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將去拉近一點 我們先示範 教各位怎麼拆這個石蓮花的葉子 然後到時候我們把它種到 先放到這個地方啦 因為我要放在這裡 先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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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來之後呢 我再移植 不然的話我現在直接種 會有點麻煩 因為這個 盆栽 要照顧啦 我想說 我如果假設 我如果先直接種到盆栽裡的話 我這個位置呢可能不太好種 加上呢 我如果用木屑放在樓下的話 我要照顧的話呢 我家的貓呢 會去爬那個木屑 很討厭 因為 種這個東西 你如果剛好要長根的時候 一直爬爬被爬掉 你又要種回去 會很麻煩 所以呢 我就乾脆先放在這裡 讓這個石蓮花先長根 根長出來之後呢 我再種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把巨大紀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石蓮花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看到這個石蓮花 這石蓮花呢 原本呢 它也是大概像這個葉片這麼大 然後種下去之後呢 經過了幾年 一二 大概至少兩年吧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就教大家怎麼把這個葉子拆下來 這葉子呢 你要上下拆呢 它是不好拆的 所以呢 我們要拆這葉子呢 要改成左右拆 你看 這樣它就拔掉了 呵呵 再拆一次給你看 左邊 右邊 拔一下 它就掉下來了 我們要選擇的葉片呢 就是像這樣子飽滿的葉片呢 你等一下把它丟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是 它就很容易 從這個位置呢 它會長出根 然後 它剛開始長根的時候 會 那個葉子小小的 就經過了兩年 三年呢 就像這麼大 那我現在呢 就換旁邊 我們示範種給你看 我們要種的時候呢 其實 哇 這個怎麼算 我上面還有放熊童子 你看 熊童子呢 我大概一兩個月 一個月前 拿來的 到現在還沒發芽 塞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那這個 磁電花呢 你就這樣子放 放 可是我又不能擋到我這個多肉 我這放了好多多肉在這裡 真是要傷腦筋 我們示範好了啦 就這樣子放 盡量 我們就說示範好了 示範示範 不要擋到其他的植物 示範一下 OK 你不一定要這樣擺啦 你像如果像剛剛我這樣子 這樣子擺也可以啦 這樣子擺 那這個頭呢 把它插 有的話 可以的話呢 插在這裡 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比較濕嘛 濕度會比較高一點 貼近這個表面 戒指表面的濕度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它發芽的機率 發根的機會會更高 那 那磁電花呢 像我們這個挑這個 比較飽滿的葉片呢 它的出根機率啊 幾乎是百分之百 除非你挑到那個 這個老葉 可能已經快要萎縮的老葉的話 就很難講 那個有可能就幾乎不太會發芽 甚至可能發芽發到一半呢 就萎縮掉了 那我們現在呢 帶大家來去看一下這個 我之前插過的一個 十點花的一個 掌根的一個樣子 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眼前這個呢 你看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這個爛掉了 它有長根喔 但是它這邊已經開始萎縮掉了 萎縮掉之後呢 這邊能不能順利長出小苗 無法保證 這我們就沒辦法保證 我們再看看其他的 好我們從這邊看呢 有沒有看到這有一個殘葉在 這個也是十點花 這個葉叉呢 它已經順利的長出小苗 那長小苗之後呢 這個葉子呢它就萎縮掉了 那在旁邊的這也是 這葉子都萎縮了 我們再看後面的 後面這個也是 這個葉片呢會萎縮的比較明顯 就有一片葉子 這也萎縮掉了 所以呢你現在看到這個 都是有有 葉叉有順利長 苗出來長小苗出來 小苗出來之後呢 它就整個葉片就萎縮掉 葉片的養分呢 會供應小苗生長 然後長根長葉 然後重新生長 所以呢各位 你如果有興趣種這個十點花呢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去處理 我們來看一下旁邊的這個 不同的多肉 那這個是牛啊 那牛也一樣呢 跟十點花都有這種特性的 你要拆葉呢 假設你要拆這個葉子 左右左右搖擺 左右搖擺 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種 像這個呢 這一看這邊 這個葉子 滑掉 那我們要拆這個牛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葉子呢 左右搖擺 把葉子拆下來 然後拿去種 你拆的葉子越健康的 它出芽的機率就越大 看看這個後面這一個 這一株呢 是因為之前它的葉子呢 太陽太紅紅的 尾巴這裡受傷了 後面受傷了 後來我把它拆下來 種過 那我是放在三樓 一直讓它保濕 然後出根之後 我才移過來的 這是剛出根 剛長根 有長根 所以呢 然後日後呢 沒有意外的話 它可以順利長出小苗 沒有問題 那各位如果要種這個牛呢 或很多的多肉呢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拆它的葉子 把葉子拆下來之後呢 放在陰陽通風處保濕 它就自然就會長 長苗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其他的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多肉呢 它是 這個是玉露吧 玉露也一樣啦 就是它一樣 這個有葉子 當然啦 你像這個長這麼多側芽的 你就直接把這個這株 整株 這一整株呢 拆下來也可以 你要把葉子呢 這樣子像是葉子呢 左邊有左右搖擺搖一搖 那拆下來 種過 也可以 但是這個 目前 看一下拆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左右拆 拆的不漂亮 拆斷掉了 怎麼拆成這個樣子 拆的不漂亮 拆斷了 大概像這個樣子 拆下來之後呢 就 放在某個位置呢 保濕的 讓它出根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是教大家 示範這個 石田花啦 這個葉片 拆下來呢 教大家怎麼種 當然很多多肉植物呢 像牛啦 玉露啦 傘啦 橡啦 都可以拆葉子 把葉子拆下來種 都沒有問題 那各位未來有興趣的時候 你想多肉 你想要分豬 就可以參考以上的方式說明 然後去處理就可以了 感謝收看 再會